家屬天料消息赶到现场替台电苏信技术员筹交保金 经过讯问他以十万元交保 五届霸水库闸门异常 两度放水酿货 监方深夜复讯两名台电人员 苏信技术员被认定涉嫌过失致死 而坐在一旁戴口罩的证人徐信客长则请回 但是五名游客在下游扎营却被吸水冲走 三人死亡 还有一人生死未卜 为什么莫名其妙的放水 然后又没有广播 我们完全没听到广播 回想事发前根本没听到广播警示 突然吸水爆上已经来不及 我们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原因突然现行 因为平常话台电一定会有广播 请大家注定 时空吧 现在要开始放水 只要马上会增加 在西边的游客 与工作点点 警察快离开 这是石岗吧洩洪前广播警示画面 水库放水前的SOP环节之一 一小时前每隔20分钟广播一次还会发简讯通报 辖区警局村里长 但这回通通都没有 自动开启的时候没有警报 但是水位低下的时候有警报 警报的时候 值班人员才发现才赶快关起来 异常的6号闸门凌晨4点12分突然自动开启 4点27分到28分 两分钟的时间放水量达到每秒200吨 28分水位警报 值班人员发现直到43分 闸门才完全关闭 到了5点08分又出现异常 一个钟头内亮度异常开启 狂蟹20万吨 台电初步调查怀疑是电线潮湿 或是有异物造成短路 并免判有老鼠或是蛇侵入闸门控制箱 才会酿活 有律师认为台电有管理疏失可成立国赔 只是民众也有过失 所以赔偿金额会打折 游客和床上夜音违规在先 但闸门异常开启酿成悲剧 要台电负起责任理清真相 三星人吴坤与陈炳豪SNG小组男同报道